我能整个资产 什么资产 房产 在哪 黑河 什么样的房产 都是那个没事 那没事 清好没事 谁明天的 现在是一二名 我肯定 因为肯定那行 还你那钱付有余 你要钱的话 我打电话就来 咱可以看 打过来就上电厂 开庭就是孩子 你说到这程度了 好和不好 这么论 以前说欠钱不还的老赖 就让我非常的气愤 但今天要说的这个事 却让人刮目相看 一家公司的老板欠钱不还 并不是想一拖再拖 而是积极向办法解决这事 处理的态度让法官都赞扬 事情还要回到2003年 张老板在部队当了30多年兵 退伍之后投身到煤矿产业 我86年记住 一小时这个家家95个家 那时候就三二 三二就是晃了 就烧别就烧三二 就三二一蹦 下来就全是没了 你老家哪呢 黑龙江城 酸三是保兴线 那你是什么时候退休的呀 03年 那可能就全身投入到 这个开采煤矿 就到了煤矿来了 当时怎么选到黑盒了呢 买矿买到黑盒 他对煤矿的开采和运营 比较精通 所以起初一直是盈利状态 但后面煤矿越做越大 资金方面就出现了困难 自己经营了十多二十年的煤矿 也是自己的心绪 所以他一直没有放弃这个煤矿 这人的关系怎么样了 应该说不错 你们是什么关系 战友吗 不是 好朋友呗 应该这里说起来吧 挺欺巧 我就不跟你说了 黑盒说就说了 这里牵扯到 就是这个段书民 没有看我不也是用的 关系出不来的 在资金出现困难的时候 张老板向几个老朋友开口借了钱 其中通过一个好朋友牵线搭桥 就认识了一个老板 相遇老板借了七百万 当时双方也达成了一个还款协议 这七百万加上利息 一共要还一千二百万 分六个月还清 期限是从2018年的8月到2019年2月 但后面却非常的尴尬 张老板坐拥许多煤矿 却一直变不了线 所以这钱就没有还上 本来是说从18年8月1号开始旅行 旅行到19年2月份 每个月给两百 给两百万 基本上就差不多就结束了 但结果就到现在 两年了 还一分钱没给 就是我听我当事人 就是一个申请人讲 他们两个之前还不错 还是挺好的朋友 要不他也不可能 就没有任何担保 就给他了 但是主要其实 说他没有担保吧 他毕竟很有这个矿在 所以他也不算是贸然的 借钱给别人 就这样两年时间过去 这张老板欠的钱 还是没还上 所以双方就走到了法院 今天执行法官 也是强制执行张老板 希望张老板 今天能拿出一个还钱方案 张老板提出一枚来抵债 但是与老板不同意 在思考了一会之后 张老板又提出了一个还款方案 他可以弄到一处 价值一千万以上的门市房 可以用来抵债 现在那么慢行不行 我能整个资产 什么资产 房产 在哪 黑河 什么样的房产 都是那个没事 那没事 行得好没事 谁明下的 现在是一日明下 我肯定 因为肯定能行 还你这钱付有余 你要钱的话 我打电话就来 咱可以看 他明下的 就是 马上可以变得 可以转着你 嗯 打个哪个的门市 就黑河 黑河 不 不像街上的 嗯 多大瓶 哎呀 有个 七百瓶啊 七百瓶 一千里瓶啊 嗯 那我问一下 一千 就是一栋啊 对啊 对啊 你打电话 好了 张老板说 他可以用一套 一千瓶门市房来抵债 这套门市房 在黑河商业界中心 位置还非常不错 张老板确定 这件事肯定能搞定 哪个位子 怎么能看一看 对于张老板提出一房抵债 于老板的代理律师还想核实一想 这房产的价值到底有多少 执行法官与房子产权进行了联系 产权表示 愿用这套房来抵债 看来张老板还是有还钱的意向 你问问你这边是你 啥意思 他现在房租印象多少钱 这个 我不忘了 这个 我不忘了 他说 说他旁边有一个 建文版的一方面 他当初说什么 嗯 那那他去 开他最好的地方 你问是 就是愿不愿意拿这个 如果是 拿可以 抵的 抵的 办办办办办办 我先问他愿不愿意啊 如果他愿意 咱就后面这边 就办 那又快了 大伙都上心了 对 这两天就完了 对啊 你一上心了 我们一上心了 大伙不都上心了 你看这不是有招吗 你光丁那个没挂着 对啊 我没想 他能要这玩 代理律师和于老板沟通之后 刘老板也同意一房抵债 但还是让律师取权 这套房子到底价值是多少 这个背景人又表示 这个可以拿这个门市 作为这个抵债 但是这个 反产是爱外人的 咱们通过与爱外内人进行沟通 爱外表示也是同意 那么在这种基础之下 双方基本上的合议已经达成 虽然说没有落实到纸面上 全部的口头合议已经达成 这个因为这个申请人的代理律师 认为自己这种事情无法做决定 于是联系了申请人 但是人能不能应该理论 但是他现在就对这个价值的问题 他需要去核实一下 所以你先去看看呗 不是 他在网上查一下 高贵委说 打个电话什么的 这不他不就 这不就价值就行了吗 至于他看那个地底背景 他无所谓 是吧 主要他就看这个价值 如果价值行 他就以无底战够直接就 就把账户 就弄了这样 我觉得如果说 他要是能一出 就是以无底战够什么的 价值够 因为要快到中午了 所以双方商订 与老板的代理律师 去房产局 查一下房子的产权情况 以及是否有抵押 而张老板这边 先去外边吃一个饭 这个房子呢 你没有交易 我去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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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不说 我先去一趟 我去那 咱俩送 快点去一趟 那些汤好了没 是这个意思 我就说 这种烧饭就回事了 我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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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点吃 我来点吃 吃饭 咱这么说吧 你别说那个 你们再说 你就用这个了 执行法官也对 张先生人品比较信任 所以张老板说 要外出吃饭 执行法官并没有跟随 当时让他出去吃饭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挺大的压力 是 因为咱们也是和这个 申请人员的律师欣赏 但是通过的接触吧 觉得应该是 虽然顶着一定有压力 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 毕竟一个他是这个 他的个人的履历 包括个人的经历 感觉包括说话 这个进行分析 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 所以说这点还是比较 和一般的所谓的老赖 还是有区别的 在项目一点多的时候 张老板准时到来到调解室 看来张老板也是非常熟悉 项目继续协商以防抵占的事 我说这种方案不一定 如果有你们方法 我认为有一点题是可以提 目前找这点 咱们初步和解一项已经打成了 虽然说没落实在紫面上 你拿房子给他这边提债 然后 然后那个 因为这个涉及到对阿曼人这个请示的问题 呃你们那个 这样子你就刚才那个 你打电话那个找那个人 你再给他打电话 看他能不能联系一下 所以说一下 不过咱这个就万事之后咱们再说这个事 嗯 哎 韵星 那个刚才有个女的过来的话 她说她还要请示一下董事长 董事长现在在国外 现在正是她半夜的时候 董事长就要联不上 就民党联系 你再给她联一下 看能不能联一下 她们已经去看了 同意了 同意了这次那个 刚才那女的身子 就喜欢啊 嗯 因为这处房产 毕竟不是在张老板的名下 所以执行法官也让张老板 联系产权人办理过户的事 而另外一边 与老板的代理律师 去现场查看一下这房产 你们那张总 跟那边联系一下 去现场看 确实了 具体的 你敢对打他 你别最后 说了只是你看 刚刚不到去那海华赠门的吗 去了 就在右面 右面就在那边 见个人查试 就在查试 是吗 就查试 那些就进人查试 查试 就面对了海华赠门的那一层 又在那边 又在那边 就那边 就那边 他说他这么说的 他说就那边 是自己隔的 是那二层 那二层是自己隔的 是吗 对 他们都是大神层 对 实际上没有 就一层 我们刚才去见尾查呢 实际上这个查不出栏 因为他是刚开始办防战证 然后也不知道之前人家是怎么 什么 咱也不清楚 我们刚才去现场看了 问了一家底商 这个单价还可以 三万三万多 四万差不多 但是现在就不知道 他这个刚才他讲的这个 因为他没告诉咱们 没法看 如果说一会儿 他把这个手续拿过来 咱和上了 这个门牌号 确实够 或者说差不多 因为我也做了当事的工作 我也跟他讲 说你这个给你没什么的 这都不现实 你没法变现 你怎么来拉 这个都是问题 所以他也同意 就是大家双方就是去 整个中就拿这个 已无抵债了 实际上我们来讲 就是执行和解了 到最后 余老板的代理律师也说 余老板已经同意 一房抵债 毕竟又没来抵债不现实 而且他也去了黑河步行进 实地查看了这套房产 确认了这套房产 价值可以用来抵债 下一步就是敲定过活的事情 你说你那个 你打个电话 打个电话 帮我一下这个门牌号 跟他说一下 你说门牌号 是不是就是 你是不是就是隔织霜的两个那家 对 就是他这个房子 对吧 咱把这个事做完之后 不行 你俩先做个一路 咱们说一下的事情 明天老师咱在哪 对吧再跑一趟 这也没让我办法 那个谁 当时不是让他小儿子过来了吗 他那个咱等着他 等着他 那咱就这样 张总监别打了 明天 明天都上现场去 你再走去 行 那坐好 那咱就明天 他坐飞机几点都 他是这样的 到黑河的飞机没了 他到哈尔滨 他没开车过来 就他明天 明天 今天半夜半夜都能到 半夜谁能等 半夜还能 我意思咱呀 我是说明天 咱也 不是 对 咱说明天早晨那事 咱说明天早晨 明天早晨 咱就半夜 9点吧 9点 9点吧 我叫他给找一个报告 对吧 那个 你不叫个啥事 我那天我还有很大 不是给你要去喝茶 上面我这个意思 咱一定今天确定好了 明天可别呼啦啦 要帮人到这 他要说 不行啊 你得交钱买呀 他没钱买 我们不行 不懂了 不行 最终双方约定 明天一起到这套房产 当场签订过户的手续 第二天的时候 这过户手续也签订完毕 张老板也偿还了这笔债 请不吝点赞